千萬向前衝 理財放輕鬆 歡迎收看股市權威 台股今天 稍微遇到了半年限的壓力 所以在這裡 事實上還是有很多人 會想要趁反彈去做解套 我想這個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本來也就是 其實一直鼓勵大家 要趁著整個大盤 或個股往上拉伸 反彈的過程當中 仔仔細細的去檢查 你手中個股的相對強弱 適度的太弱換強 那行情走到這裡 先經過大跌 然後接著又有短線反彈 每一個人的操作策略 到底該如何擬定 我想提供一個大原則 你先檢查一下 你目前手上的持股 跟你手邊的現金 大概維持什麼樣的比重 假如你的持股比 是在五成以上 換句話說 你的股票比現金來得多的人 那我建議利用這一波反彈上來 還是要適度的減碼 讓自己能夠大概 這個持股比 回到五成上下附近 那當然 這當中比重的拿捏 還是可以依照個人的風險屬性 稍微去略做調整 那至於說 如果你的持股比 是已經在五成以下 比如說兩成 三成 四成 那等於就是你的現金 是比股票多的人 那更要眼睛睜亮一點 因為每一次的波段修正 回檔過後 都是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很多股票 從現在的這個位置點來 往上看 重新出發以後 我想要漲兩成 三成 這個機會是非常多的 當然要賺這種 所謂的超額報酬 最困難的其實 不見得是在懸股 或者是找切入點 而是在於 你要怎麼樣去突破 自己的心魔 因為也不過就在上個禮拜 幾天以前 大家才剛經歷了一波 一千多點的回檔 餘悸有存 甚至很多人可能呢 已經在回檔過程當中 耐不住煎熬 把股票忍痛砍在相對低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樣把自己的情緒 趕快修正回來 打起精神 睜亮眼睛來看眼前的機會 掌握住財富重分配的機會 這個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一個人做不到 或者做不好 魏洋老師一定會伸手 來拉你一把 挺你往下走 好 那我想我們回到整個 目前國際排面的情況 來看台股會更為透徹 之前跟大家提到 台股跟美股的連動程度 是最高的 那當然這種連動性 並不表示說 是一天一天在看 並不是說美股漲一天 台股就要漲一天 也不是美股一創高 台股就要創新高 但是我想美股 它的確是全球包含台股 多頭的一盞明燈 雖然說最近市場上有越來越多的聲音 在質疑 在討論 那美股會不會也要往下做修正了 那當然這個風險你不能說沒有 任何市場漲多了 就是利空 但我們讓各位看一下 現在大家關心美國的幾個重要的變數 其中關於勞動市場 它會牽動美國的利率決策 我口頭先簡單說明一下 很多人已經知道 美國聯準會在做利率決策 就是要不要升息的時候 會去考慮通膨有沒有升溫 但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變數 就是在它的勞動就業市場 如果就業往上 失業率往下 那美國才會啟動升息 否則即便只有通膨的考量 要讓美國聯準會決定升息 都是十分困難的 那我們就先看到這個柱狀體的部分 是所謂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但是採用的是四周平均值 那這種移動平均的概念 也就是它更能夠代表 美國就業市場的趨勢變化 那這個柱狀體往上 就是領失業救濟金的人變多 往下就變少 所以景氣變好的時候 這個柱狀體應該是要往下 那我們看到去年大概四五月 來到高峰 因為當時就是COVID-19 最嚴重的時候 接下來就是持續的往下 到近期都是維持在低點 所以這個就業的數據來說 對美國是一件好事 只是說這個好事 它會帶來的副作用就是 可能會讓聯準會想要提早升息 但是同時間我們也看到 另外一個最近大家很擔心的變數 就是Delta變種病毒所帶來的這個新增確診人數 又快速的增加了 那麼紅色這一條線就是美國目前新增確診的病例數 那採取的是七天的移動平均值 所以大家看這一條線很清楚的 是不是加速加快往上 所以代表美國的疫情 從趨緩之後最近又有點死灰復燃 那這個部分當然是大家很害怕的一場噩夢 你會想到去年的種種 所以說當所謂的新增確診人數 在往上爬升的過程當中 它又會變成另外一股 前置住聯準會升血的力量 講到這邊大家可以理解嗎 股票市場照理來說要走多頭 它當然需要經濟的好轉 景氣的回升 這就是所謂基本面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過去這幾年 其實股市也靠資金面的溢注 才能夠走到這裡 所以錢在不在 錢有沒有被升息縮回去 這個也很重要 那身為全世界最關注的FED聯準會 它就在這個天平的兩端 不斷地去找平衡點 是要注重基本面 還是要保持市場的流動性資金面 它要怎麼樣去拿捏 那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不斷地互相的交纏 互相的牽引著 所以我在昨天還有更早之前的節目裡面 也跟大家聊到 每當經濟數據一好轉的時候 這種所謂的縮表QE退場 升息的疑慮它就會浮現 那它會影響市場短時間的波動 可是它不會扭轉趨勢 那大家就會覺得這裡面有點矛盾對不對 景氣變好了 但是一講到縮表股市又跌 然後經濟數據如果比較差的時候 又會說升息可能會再往後遞延 結果股市又漲了 明明經濟數據有一些是轉差 可是股市又漲了 所以再回到剛剛這個圖表 也就是告訴大家 一方面就業情況是好轉 可是這個好轉會害怕升息 這也是一種矛盾情節 另一方面新增確診在增加了 可是這個增加它可能又會拖延 連準會它升息的動向 好像又變利多了 所以同一件事情 它就是不斷不斷有一體兩面 一邊看是利多 另一邊看又利空 在這裡糾結著 所以美國股市就在這種 很微妙的平衡之下 不斷的在創新高當中 這幾天雖然費半 或者甚至像Doll Jones S&P沒有再創新高 可是納斯達克又創新高了 所以大致上我們會發現說 美股的四大指數 即使漲多之後 在高檔有些震盪 但是他們都還是在 多頭的趨勢架構當中 而且是輪流在創新高 美股只要走多頭 以長期來看 台股絕對不會是獨自進入空頭的 回到台灣的本身狀況來說 我們強調的基本面 引用了 法輪最新的研究數據 非常非常厲害 非常非常厲害 如果我們進一步來看 各產業的內容 其中科技產業 原估是成長33.5% 上修到39% 如果科技股把佔比最大的台積電拿掉 成長幅度甚至是高達6成 所以顯然其他的中型股 或小型股成長幅度 是更高的 金融股從原估獲利成長5.5% 上修來到43% 至於說傳產股則從原本 過後的科技 科技不含台積電 金融 傳產 還有整體台股的獲利年增率 非常非常高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基本面的一個變化 所以提到的不只是說 上半年的財報內容如何 因為你要知道 獲利往上修正 這個當然隱含透露 就是對未來的期望 所以展望是樂觀的 是正向的 這個就是台股現階段 我認為進入超跌之後 為什麼有資格來講打底 為什麼有資格來講反彈 當然免不了的 有些人會相當的害怕說 台股多頭走了那麼多年 甚至漲到1萬8000 這一輩子都沒有看過1萬8000 從歷史新高的地方 就好像蓋了一個摩天大樓 萬一腳步沒踩穩摔下去 那可不是擦傷了事 那是粉身碎骨 因為其實很多投資朋友 平常也許得到的資訊不夠多 或者是沒有辦法領先 掌握到未來的數據 所以你能夠做的事情 往往就是看著盤 看著股價 看著指數 看它今年以來 看它這個低點以來 看它過去這幾年以來 漲了多少 那這些東西你看著看著 當然會覺得很困惑 或者說自己的信心 也因此動搖了 所以一跌的時候 就會守足無措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股市不是從哪裡漲上來 或漲了多少的問題 而是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位階 它有沒有足夠的 基本面數據來支撐住 這個會決定股市的下限 風險到哪裡 那我們如果以 現在台股 如果要計算本益比的時候 我們採用的是 對未來獲利數據當成分母 來計算本益比的話 目前的預估本益比 是14.6倍 它剛好就是在 最近這五年以來的平均值 所以很清楚可以知道 從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台股並沒有高估 不論是1萬7 或1萬7500 或1萬8000 其實台股並沒有高估 所以今天的開場節目 我們先要跟大家 溝通一個想法 一個多頭市場 它不會是永遠漲不停的 大家一定要千萬記住這件事情 尤其是股市新手 因為你可能在去年 三月過後到現在看台股 前面的日子實在是太平盛世 賺錢好像變得很容易 每天都在漲 買什麼漲什麼 但其實你要知道 股市本來就有高低循環 有多空循環 那這一波的下跌 雖然跌了1000多點 其實你回頭跟去年以來的 這整段漲幅來比 漲了9500點 它只是一個多頭循環當中的 合理修正波 那修正波結束以後 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選什麼樣股票 重新再出發 因為當大家 在這1000多點的 修正過程裡面 可能個股都跌 財富也縮水 但是這是一個暫時性的效應 接著後面從這個位置 要再彈上去 就會有些股票能夠先過高 而有些股票 可能還會逆勢破低 好 那我們先簡單舉個例子 3141金鴻 我跟大家提過 它是驅動IC裡面 非常不一樣的一檔個股 因為它主要的產品應用 是在電子貨架標籤 而不是在手機 或者是筆記型電腦 但是如果同樣講說 驅動IC族群的時候 很容易會被旁邊當中的天獄 或敦泰影響到 那這種干擾 不是說完全沒有 但它就只是一個 很短線的一個影響而已 那我們可以看到3141金鴻 今天早上大漲 至少如果我們以 日K線的角度來看 各位看 過去這五天 金鴻是不是 打出了一個底型之後 慢慢的往上 那隨著今天 也收復了越均線之後 它現在已經把短中長期均線 又全部占回去了 這是金鴻的技術面的架構 可是如果我們看4961 這是天獄 另外一檔驅動IC的股票 今天是破新低的 今天是大跌的 或者說3545敦泰 這也是大跌 也即將要再破新低了 那你可以看到 同一個族群 它的走勢是完全不同的 那甚至如果你把天獄或敦泰 拿來跟大盤或OTC指數做比較 它也是相對弱 因為幾乎就是破新低的格局 並沒有因為大盤 這兩天的反彈 然後重新收復它的 短中期均線壓力 所以我也要是一直跟各位講 指數在這裡 我不會看壞了 但是它不會是一個 強力回升的格局 那可能就是談一下 又要再跌一下 談一下再跌一下 這就是所謂的反覆打底 用時間來換空間 但在這個階段裡面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不想成為財富重分配的輸家 你一定要把持股去做調整 由弱的股票換到強的股票 就算你沒有要再增加 更多的資金投入股市 就算維持住原來持股比率 太弱換強 這個動作是絕對不能少 也不能等的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樣換股票 你可以跟上權威家族 一起來帶你操作 我們休息一下 延續剛剛所講到的 太弱換強的想法 那基本上呢 因為台股是一個相對潛碟式的市場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族群、類股、個股 它在輪動調整 是非常快速劇烈的 那因為散戶的弱點 就是資訊往往比大戶或法人 落後許多許多 甚至落後好幾個月 甚至於從頭到尾就不知道 這檔股票為何而漲 為何而跌 所以散戶如果說 經過了這一波 一千多年的修正 第一個你要克服 自己心裡面的難關 要重新再出發 已經非常難了 第二個你就算呢 知道自己現在應該要把握住 這個相對的低點 來好好買進一些 被挫殺的超跌股 問題是散戶常常不知道 什麼股票叫挫殺 什麼股票呢 是跌的有道理的 那我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2409友達 這面板 大家都很熟悉的股票 你去看一下它的融資 或看一下它的 散戶股東的人數 你就知道有多少人手上有 友達或者是群創或者是財經 這等於是國民股票 可是呢 今天的友達還在破心低 今天的群創也是破心低 那你覺得這兩天台股的反彈 有帶來他們的什麼幫助嗎 甚至昨天是漲400多點的 他們也就只有一時一時的小漲一下 所以你如果沒有趁它是紅盤的時候 趕快調整 這個損失其實還在擴大當中 你不要因為看指數穩住了 然後就認為所有股票 那我就安心等它反彈再說 這是不對的 其實早在6月9號 威央老師的這個節目 股市權威的節目裡面 就很直接了當告訴大家 友達群創 你應該要站在賣房了 6月9號在哪裡 就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對我講了一字一句 你有任何的懷疑 歡迎各位到YouTube上面 回頭去補課 看一下威央老師 在6月9號節目裡面 給大家建議 那你前面失去了先機 可是該做的事情 還是亡羊補牢 一樣要做 因為我還是要強調 面板或者說像低潤 這些景氣循環產業 如果真的狀況是已經高峰結束 開始往下 它往往不是給你跌個 一個月 兩個月交代兩次的 有時候那個跌幅很可怕 你們回頭看一下就知道 我想講的意思 你回頭看看以前的友達或群創 那你如果換股 我現在講這個股票不是叫你去買了 這早就好幾天 上禮拜就講了 但我只是舉例告訴各位 上個禮拜二 威央老師有沒有告訴各位 4919新唐 投信不離不棄 一路買不完 那人家在跌的時候 他也修正 但將對跌得少 重點是投信還在加碼 那你看這一波投信 是不是又明顯的買進 結果今天新唐來到新高了 是不是很酷 那假如你把手中的友達或群創 在上個禮拜換過來 當然不是說 馬上就把所有的損失 全部彌補回來了 可是當然能夠開始把這個損失的幅度 逐步的收斂 這就是原本的一台車 速度已經慢下來 你就趕快換一台車 甚至原本的一台車發現 做錯方向了 你要往北走 結果它往南開 你趕快要到下個月台換一台車 好 那剛才前面聊到311金鴻 金鴻昨天公告了七月份單月獲利 那EPS是1.17元 當然大家可能只會留意到這個數據 但是我進一步 把它這一次整個從四五六七月以來成長軌跡 整理給大家看 營收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其實七月份成長比較明顯之外 事實上四五六月它的月增率 幾乎都是只有一%多 成長變化不大 可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淨利率從第一季的13 到四月的15 五月的16 六月跳到24 七月再跳到快要30%了 因此它的EPS 第一季三個月加起來賺1.1 四月賺0.46 五月賺0.5 六月賺0.72 而到七月份已經來1.17 各位看清楚了嗎 所以簡單來講 它從四月到七月 它的營收成長了142% 可是它的EPS成長了254% 這就是以前跟大家教學講過的 漲價股的威力 因為假設在其他成本 沒有太大變動之下 所謂的漲價部分 那個都是多漲的 那就代表任個部分都可以直接貢獻來盡力 那原本預估金鴻是九月份 單月才會賺1塊錢以上 現在七月份就提早達標 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波我們看好金鴻 而且不離不棄 那類似的情況 大家就可以再回頭想想 過去跟大家講的點序也是一樣 4月 5月 6月EPS逐漸的往上跳升 那這一波的股價都呈現了 相對抗跌的力道 那包含還有像2476 這個2476巨翔 還有像這個6525傑敏 這些相關的個股 目前都已經踏在正確的道路之上 那下一檔新的標股其實呼之欲出 如果你想要趁機太落環牆 歡迎今天節目過後 直接播個電話進來 讓魏彥老師一起協助您 祝大家操作順心 我們明天見 在這裡 我們有部位的 可以 我們有可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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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們 我們 谢谢大家